當你收到裏邊竹籃之後 它會有兩個配件 一個是它的鐵框 好,那這邊有四個 皮帶扣 我們把外面這兩個打開 打開之後稍微拉出來一點 拉到差不多一半的位置 這邊也是 可以拉出來 好,這時候我們就可以 從這個線 這個煞車線的底下繞過去 好,稍微把竹籃抬高一點沒關係 繞過去 然後這樣把皮帶扣 直接給它扣到第二格 好,扣到第二格 然後這邊也是一樣 扣到第二格 好 扣到第二格之後 這個皮帶好像可以穿過去 第二格之後 向外拉一點,向下壓 這樣就基本上已經 搞定了 好 然後接下來這個 鐵框怎麼裝 這樣按置進去之後 這兩個皮帶 這兩個扣子 把它解開 解開之後 從這邊扣 扣起來 好,這邊扣起來 扣起來之後 好,這時候蓋子 前面的皮帶扣也把它鬆掉 好,這時候 扣左右邊都可以 扣這邊好了 好 就把它拉緊 OK 漂亮 完成啦 好 那如果說你覺得 太緊或太鬆 再自己去調整 這個皮帶扣到第一格 還是扣到第三格 這個都可以自行調整 好,或者是你 不想從這邊開關很麻煩 你可以直接從這邊 就拔開 好,直接從這邊開關 那記得這個要扣回去 不然這個皮帶 可能會掉下來 把它扣回去 就讓它可以不用 不用這樣扣 好,搞定